请酌情观看 33591对任何类型的生物 都会产生攻击性行为 尤其是对人类 主要是想吸干它所有的血液 和其他体液 同时吃掉部分身体。 你好,我叫阿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SCP基金会KIDER等级的 SCP-3359 SCP-3359也被称为干燥之地 是一个完全由石头建造的房间 且深埋在地下约20米处 SCP-3359的墙壁上 布满了埃及象形文字 这些文字清楚地表明 此处为一座坟墓。 根据在SCP-3359里 发现的象形文字翻译 这些文字揭示了一个 与墓穴异常属性有关的故事 该故事背景 和一个古埃及的神话背景一致。 从文字中可得知 一位无名士曾在SCP-3359里身亡 并被阿努比斯带到了 欧西里斯所居住的来世审判庭。 在这里 无名士向欧西里斯展示了一个共品。 欧西里斯接收了物品 并从阿努比斯的手中夺走了那位无名士。 无名士被运送回SCP-3359 那里面现在有着提供给王者的食物。 无名士被欧西里斯赐予了一个护照样式的光环 以保护他免受死亡的伤害。 故事的下一部分说到阿努比斯破坏了这个护照 并吸干了无名士的血液。 于是无名士便去吸干他人的血液作为报复。 而故事的结局是无名士变得更健康了。 他带着一备修复的盾牌站在一个尸体堆上。 3359的内部主要由随机分布的食物碗组成。 一般上这些碗里会装着各式各样的食物 包括面包、鱼干、洋葱、扁豆干、无花果和藻。 存于3359内的食物不会腐烂或分解 但若从3359里取出该食物则会使其以正常速度分解。 如果从3359里取走一个碗 另一个装有食物的新碗则会自行出现在3359里。 当一个实验对象进入3359并吃下里面的任何食物时 他们就会开始转化为SCP-3359-1。 随后最初设置在3359入口处的大食门会自行移动 以巨大的力量封住其入口。 此时影片记录显示 实验对象是迅速进入严重的脱水状态。 虽然导致脱水的手段不明 但实验对象的皮肤会随着肌肉的退化而迅速萎缩。 实验对象在整个转化过程中都是有生命和意识的。 一旦转化过程结束 通往3359的大门就会重新开启。 对3359-1的分析显示 该个体严重缺乏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缺乏体液 包括水、血液、唾液和尿液。 3359-1会吸收任何与其身体接触的液体 而且除非立即接触2.5千升以上的液体 否则不会出现任何被滋润的迹象。 除此之外 3359-1也表现出超越人类极限的超反力量 但却被其相当缓慢的速度所抑制。 虽然它们也被证明能够以极快的速度进行活动 但这些活动通常只持续爆发几秒钟 且并不会常见 除非3359-1正在追捕猎物。 对它们力量极限的测试仍未得出结论 但其体能上已被证明 能压倒一支由三名训练有素的军官 所组成的战术反应小组。 3359-1对任何类型的生物 都会产生攻击性行为 尤其是对人类。 当与生物体有视线上的接触时 3359-1会直奔体积最大的生物体 主要是想吸干它所有的血液和其他体液 同时吃掉部分身体。 为了加速这个过程 3359-1的吸收能力非常强大 仅靠接触就能通过皮肤吸收体液。 3359-1会在天亮前回到3359 并使用伏击战术以抓捕猎物。 当进入3359后 它们会瞬间消失 并在人类目前无法观察到的 某个3359内的空间重新出现。 此外 它们也会利用这个特点来伏击猎物。 如果将处于脱水状态的3359-1 进入至少2.5千升的液体中 它就会重新被滋润 并恢复到20岁左右相似的身体形态。 被滋润后的它们 不会表现出任何 与滋润前一致的特征 而且会表现出完全的精神控制力。 从所有数据上来看 滋润后的3359-1 除却其异常的抗衰老能力 与一个正常人并无区别。 首次记录的3359-1实例 被称为SCP-3359-1A 是一名精神不稳定的白人男性。 3359-1A对于基金会的测试 和收容表现得十分不配合 经常试图自我毁灭 并恢复到其脱水状态。 我可以长生不老 我重获新生了。 弱者本来就是为了 用它们的鲜血养活我而存在的。 3359-1A攻击其收容室的墙壁 但却没有任何效果。 经过大约8分钟的躁动后 3359-1A疲劳地继续接受会谈。 他给了我食物 我无法拒绝食物 我都快死了 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死亡了。 这个会谈还要多久? 我还有几个问题 你杀过多少人? 哈哈哈哈 该死的问题 很多啊 但这远远不够。 当街道流淌着鲜红的血液 尸体躺在街道上干枯的时候 我会达到血腥的最高境界 并拥有自己真正的 永恒的生命。 我将在那里行走 觅食并定居 在明亮的月亮下 和干燥的地方 永远获得自由。 够了 还有一件事 你需要补充水分 才能转换成正常人的形态。 但你为什么只想要血? 为什么不考虑用一条河呢? 你可以吃土 那你为什么不吃呢? 与其问我这些白吃的问题 不如先去吃你那些该死的草 再来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吃啊? 你这该死的牛 我要把你撕碎。 会谈正式结束。 33591在脱水的状态下 并不会有任何衰老的迹象。 若到了肉身被毁灭的情况 也就是33591的大部分身体物质 被摧毁的状况下 它们的身体会化为尘埃 而一个完整的形态 会以着脱水的状态 重新出现在3359里。 这个新的形态 一旦被滋润 就会和被摧毁前的形态一模一样。 已经被证实 只要有新的实验对象 进入3359 并吃掉木屑内的任何食物后 33591就会被取代。 在一次事件中 在特工穆罕默德 进入3359后的瞬间 33591A就明显感到痛苦 并立即试图自我毁灭。 但其自我毁灭的企图 被在场的保安人员制止。 在吃下3359内的食物后 特工穆罕默德 开始转化为33591。 在这个过程中 33591A的身体 开始分解成细小的灰尘。 这一切的事故 都被认为是相关的 且能证明任何时候 都只能有一个33591的存在。 特工穆罕默德 现被称为SCP-33591B 是目前33591的实例。 33591B在被滋润后 被询问关于成为 33591时所经历的细节。 33591B告诉基金会的博士 该转变过程跟在地狱里 没两样。 他觉得自己每天 都离死亡不远了。 一周前他感觉自己才二十多岁 而现在他感觉自己就快四十岁了。 在脱水状态下 他的身体在墓穴里 出现了一个干燥的异变。 他对当下所发生的事 是有意识的。 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 但他无法控制。 他渴求鲜血 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杀人并亲手将人撕碎。 在正式结束会谈前 33591B请求基金会 帮他结束生命。 我每个月都在 经历死亡的痛苦。 你不明白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你永远都不会明白。 所以这是你们欠我的。 结束这一切 让我死吧。 让另一位特工 进到坟墓里面 让我化为成土吧。 求你了 这就是我最想要的。 在被滋润的状态下 33591会在30天内 迅速衰老至60岁左右。 这一时段结束时 33591会消失 并以脱水状态 重新出现在3359内。 大家记得去观看 IU新的动画频道 IU来啦! 在这里IU会分享 人生趣事 稀奇古怪的想法和观点 你只需点击下方的链接 即可进入 IU来啦的世界哦! 接下来你想要 IU讲解哪个SCP 和为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 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受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